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大家来运动 Michael Beat的专案 他的一个系统的架构 那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我们的程式里面 会有一个启动时候要做的事情 启动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部分只有做一次 做完就不做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重复无限次的循环 那这个地方本身是程式的主体 程式的主体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我们通常在感测器输入的地方 感测器输入的地方 它是放在另外的外面的部分 那这个是感测器触发 感测器触发它不需要在程式里面 不需要在程式里面 那所以会有这三个大的部分 那我们这一次的系统方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分了六个 六个小部分 那首先是在初始值设定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只做一次 通常我们会把那个开机画面的动画做在里面 那这个开机动画的用意就是在 让我们知道说这个Microbit已经送电开机了 然后欢迎你来使用它 那第二个呢 它必须要把你 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计算运动的数量 所以一开始开机的时候 那个预设值就要设为0 所以这个是在初始值设定我们要做的两件事情 也就是在刚刚程式要放在当启动的时候这个地方 要做这两件事 那接下来 第二个大区块 是在 我们在运动中 要去做一个显示的动作 运动中要做显示的动作 那这个显示的动作呢 它会根据 你 你刚刚设定那个变数的数字 来做动画的切换 因为 我们只是为了证明 这个动作只是为了证明说 这个Microbit有在动作 你看到它在动作 而不是完全没有动静 那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设计说 当那个数字 你计算统计的数字 如果是单数 那我就用小爱心 如果是双数 那我就用大爱心 那因为在计算的过程中 那个数字的变化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就是单数双数单数双数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心在跳 一直在跳动 只要你有运动 它心就会变化 所以这样证明说 这个Microbit它有在技术中 好 那第三个部分呢 是外部触发的部分 因为我们要计算运动数量 那所以会用到 那个感测器的部分 那感测器的技术的部分呢 就是每摇动一次就加一 每摇动一次就会加一 那 那这个加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放在那个外部触发 就是放在 这个地方 放在外面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这边会有一个摇动 当手势发生晃动 那所以 在 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把那个技术器的部分加进去 它就自己会去计算数字 每晃动一次它自己会加一 那另外两个就是 因为我们最后 你统计到最后 你总是要知道说 我现在做了几次嘛 运动多少 运动的量是多少 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显示的功能 那显示的功能呢 通常我们就会以 像 有电子表 它就是按电子表的按钮 它就会显示那个日期啊 时间等等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按A 我们那两个按钮 按左边那一个 按A就让它 把数字在LED上面显示出来 那另外呢 通常这一类的技术器都要有归零 如果它要计算下一次 那你不能每一次要重新计算 就把电关掉 要重新打开 这样也怪怪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归零的按钮 那让它可以重新再计数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按钮呢 就做在B 就是右边的那颗按钮上面 那做归零呢 要除了把数字重新设为零之外 我们当然也要再显示一下 确认说出来的数字是零 那大概整个系统会分这三大块 六个小部分 就算了 那我们看这个是零